哥曼斯大力的界外球扔进去 第一点巴索哥进去内一脚射门冲进了 天呐 巴索哥将场上比分翻平了 世界波世界波 这个而且是他用用他的右脚打进去的 一瞬之惊古时阶段 刚说是吧 肖志就下去干嘛 同推巴索哥 好漂亮 杀死比赛 哇 哇 呃 反正由他策划啊 左脚炫圆脚 这个 所有 上场的一二三球员里边发挥最好的一个 很问题 巴索哥自己连续过人 带到进去里面 同胞帮他挡人 球进了 哦呦 一条龙 而且是高难度的 再来看一下 从中场启动 连过两人 过第三个 过第四个 陈子介帮忙在进去里面挡人 乖了 到巴索哥脚下 要起诉了 现场观众开始欢呼 外套背拨一下 再推到进去里面 胡敬航前面有巴索哥 从上海上岗租界过来的胡敬航给到右侧过来了 巴索哥 单刀球 也得杨成打完球进了 刚刚那个防守的是哪位啊 来看一下胡敬航传到中间巴索哥同球 又进了 巴索哥 好 这样的话 胡敬航也在课程 一 二 三 靠 礼 进了 巴索哥在比赛进入到第五分钟的时候 一脚爆射打在横梁上弹进了球门 哦 这个身后啊 这个多了 对 其实身后 这让韩光辉很难受 是 确实也是 又是这样的 二比零了 又是这样一模一样 对 巴索哥利用复防线上的漏洞 直接单刀直入将球打击 尽量也是一个 点一下大脚解围 哎呦 整个反击 哎呦 没有人了 哎呦 没有人了 成功 哎呦 这个一条龙怎么从后场 直接打到前场去了 被对方的10号 巴索哥 一条龙打成了2比1 尽量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击 巴索哥确实身体的对抗能力 还是比较的强 而且他第一下 和对方的后卫身体对抗以后 苏尼以后这边想犯规 但是没抱下来